倒是在东区的百货周年期 哇 人好多哦 开跑之后呢 昨天一天的营业额就5.5亿元 昨天一大早的百货公司 可以说是挤得满满满了 为了房插队呢 百货公司还守住的 推出这个双认证 拿号码牌来换购物券 不过有民众抱怨说 也实在太麻烦了 好像没什么用 货人也实在太多了 连收银金呢 也负担不了突然的当机 一开门就往前跑 为了拼业绩 董事长黄清文 客串服务员门口迎宾 冲进来 只是第一关还得跟着记 不用啊 几几几几乎寸步难行 折扣杀到三折旗 房主4.6折 好不容易要结账 没想到哦哦 这个下面拔起来 比较少 还好 这不一定 这人太多的 对对对 有可能 收银机搞当机 写拼完也只能等等等 里头几刀爆 外头成了大型排队中心 打到控宝牌还没用 得有购买凭证 双人证 差吗 对啊 因为你看后面都不见了啊 我觉得比较公平啊 因为至少不会有人插队 或者是 呃 你我排了位置就有位置 有人先麻烦 有人认为比较公平 搜狗首度6千 送六百块 信义三月 加码信用卡 和几点优惠 百货桌队厮杀 要延续 中年庆的战力 中年新闻 甄品红 蔡某珍 SN小组开报道 好